哦哦哦哦哦哦 你又美 平时回荡在云雾缭绕间的 邹祖美生 今天原支援会搬到台大校园 许多来自阿里山上 特付也部落的民众 带着自己种的咖啡来展示 因为有台大学生 跑到他们部落 说要花60小时 替他们的产品设计包装与行销 这使得农民安兰乡 从此有了兰乡咖啡的品牌 没有他们搬 那么真的我也没有这个idea出来 因为我没有接触那么多 今天在山里面想的就是 吃饱就好 《兰乡咖啡》是念工业管理的 卢宇洛跟外文系的江峰 两人与农民共同的创作 咖啡装在以红蓝黑三色组成 充满邹族文化图腾的盒子中 要让消费者感受到 这是一盒充满原住民风情的精品咖啡 而这两位学生想法也十分实际 要替农民省包装成本 一些印刷厂 他们都有像一个公版的印刷 那我们直接就套用量的一个尺寸 然后我们把图案再套用上去 那这样的话就不用 就是另外又重新设计一个盒子 然后增加他们的成本的负担 其实这是台大开设的创意创业学成 其中的一门课 36位学生带着创意上山 实际住在农民家中 透过体验与了解 替指挥埋头苦干的农民发想创意 而农民也透过这些创意 得以开展以自己品牌 自产自销的梦想 介绍林静梅 庄志成台北报道 对不对